正月十五 元宵节将至 为啥要给去世的亲人烧纸呢 流传千年的习俗是封建弥新吗 元宵节是春节后第一个重要节日 同时也是南北方不少地方上坟祭祖的日子 民间认为正月十五是一年中 天地阴阳转变能量最强的时候 按习俗人们需要在家里或祠堂供奉祭品 坟香磕头祈福保佑 希望祖先神灵保佑子孙后代兴茫发达 幸福安康 古人常说春节这一小段时间 是人神沟通的最佳时期 如果善用可以帮助个人能量快速提升 因此祭拜祖先 感恩祖宗父母山河大地日月星辰 感恩宇宙给予我们成长的机会就必不可少 元宵节乃是由汉代宫廷的一种祭奠演变而来 在民间也很有影响 航母帝时太医神祭祀活动就定在正月十五 太威者太医之庭 子宫者太医之居 皆兴主也 东皇太医是先秦时期楚国神话中的最高神奇 他由上古时期的神龙所画 拥有掌管人间俘获之士的能力 在这一天每年都会举办盛大的仪式 向掌管人间命运主持生死公道的天官 祈求风调雨顺健康长寿 而他也会亲临人间寻差善恶并赐福人间 而家家后户都会在那一天燃灯为天神指路 每逢此夜皇帝必出宫游玩 与民同乐 可见当时人们对于这个节日有多么重视 以至于通宵庆祝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月圆夜华的时刻 如果是祭拜神灵可以烧纸 如果是祭拜佛菩萨 就纸烧香不烧纸 民间誓死如生 祭神如神哉 若是能和祖宗神灵相互沟通 相互和谐 祈求家庭幸福无病无灾 或求子或求财 自然会身体健康事业顺利 因此在元宵节 祈福祈灾占卜命数等 也就成了常有的事 生老病死乃是个人常态 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避免 不过活人过年 亡人也过年 活人过元宵 亡人自然也要上灯 说起来也是给自己一个精神寄托 因此上元节是祭祀魂灵的重要节日 元宵节如何烧至祭祖 这些讲究和忌讳 你要知道 正月十五十一年中 第一个月圆之影 我国乃礼仪之邦 从古到今 都对祖先尊重 因此在这一天 除了祈福那祥之外 还有一项活动就是祭祖 有道是三十的火 十五的灯 在外的游子除夕可以不回 十五是要回的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 元宵节甚至比春节还更为重要 人人往往会在这一天全家出动 为祖宗送灯 听说元宵节这天晚上送灯 还是很有讲究的 在正月十五去给自家的祖坟送灯 送料 代表整个大家族后继友人 因此先祖的墓前必须要有料 正所谓元宵掌灯 清明扫墓 正月十五元宵节 给故去的亲人送灯的习俗 据说是从明朝开始的 当初朱元璋能记后 在光山新县一带 寻找父母的祖坟时 已经不知道 哪座坟是自己家的了 于是刘伯恩告诉他 一般没有人能接受皇帝的跪拜 所以让朱元璋在每座坟前点灯 然后磕头 能经受跪拜而逐不灭的 就是他父母的坟墓 因此每年的正月十五元宵节 这天开始流行送灯习俗 并流传至今 许多地区百姓都会给 故去的亲人送灯 亮灯的时间是在煞黑之前 吃完十五团圆饭后 民间说这天给过世的老人送灯时 家家需要带着孩子在天黑前 赶往亲人的坟墓前 提前把锯墨子蜡烛 纸钱之类的祭奠品准备好 并清除坟盈前后的杂草树枝 一般燃亮的蜡烛大多选红烛 管的时间越长越好 最忌讳的就是点灯时燃烧白色蜡烛 期间如果碰到熟人只能点头示意 因为如果在坟前与人谈笑风声 会惊扰使者 同时 这项禁忌也是为了表示祭奠先人和侍者的严肃 心情的沉重 如此一代一代上传下轿彰显传统 其次到坟前点灯时不能借火 送灯的初衷本就是为亡人送灯寄托思念之情 人们认为借火点灯意味着自家的日子过不起来 因为祭祖是件大事 如果点灯连火都忘记 又如何证明你心存感激与敬畏呢 元宵节为什么要给逝去的亲人烧纸钱呢 这几千年的习俗当然不仅仅是一种迷信 纸钱又称明钱明币 古人尊崇 誓死如是生 印度人认为可以用火将祭品传递给神灵 因为受这种思想的影响 亲人去世 清明扫墓 元宵祭祖 由于人们坚信彼岸世界的存在 因此在祭祖时 最少不得的就是纸钱 我们十分尊崇祖先 对祖先总是怀着敬美之心 而纸钱一直是人世间极重要的精神载体 逝去的人都不会会来 但这种方式却可以让人得到慰藉 生和死 因和阳 心淫和后辈 人间和地府 每个人对死亡 对祖先的崇敬都是虔诚的 这也是表达孝道的一种方式 有这么一种说法是 在燃烧纸钱的过程中 双手合十 对着燃烧的纸钱堆 顽腰鞠躬 坐一三下 并在心里许下心愿 就可以让思念会穿过生死的界限 借此祈祷远在天国的家人和自己 都一切顺利 人们在给自己故去的家人烧纸时 通常认为 逝者到了阴间 也要继续生活 为了让另一个时空的家人吃好喝好 随意置板家具 安家落户 买天买地 因此人们会准备很多的纸钱 金元宝烧给他们 等所有的纸钱只剩下一点燃烧痕迹 在另一个平行时空生活的人 便也收到了这份心意 因为这一烧一取让我们相信 他们可以在天堂随心所欲地 购买自己想要和需要的物品 有了这份钱会更加富足 过得更好 时至今日 对于烧纸人们持有不同的意见 有人认为 仰仗仙人的保佑 是把烧纸 变成了一种不科学的迷信行为 而有人认为一个孝子大于天 逢年过节的去给固执的家人烧纸 是为了提醒还在世的人 不要忘记逝者 在思想开放的今天 很多事情是存在即合理 某种意义上 纸钱给了我们一个宣泄口 让我们相信世间所有离别 终会以另一种方式充逢 随时纸钱烧给逝去的人 更多的是环节我们对逝去至亲的 相思之骨 既告为先人又安放自己 更感召后代 每个人都应该尊重自己 不了解的文化习俗 而不是否定他千年来使用的作用